現在我們的硬體已經OK了之後呢 現在您就從右上角這邊 我們會需要把那個溫濕度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把燒杯您先打開 我們讓它能夠顯示文字就好 先讓它能夠顯示文字 那您找到左手邊這裡 一樣我這邊開發板我就丟出來 可是大家現在用的就不是馬克一號囉 是什麼 是Smart 對不對 透過Wi-Fi 然後連到這個 你自己的 裝置的名稱 裝置的名稱 那最好的方式還是一樣 右上角閃電先把它 看看有沒有變成綠色的 有變綠色就OK 就表示裝置有在線上 那我們現在呢 還需要有一個環境偵測有沒有 因為溫濕度就是偵測環境的嘛 超音波啦 溫濕度 然後人體的紅外線 光明也是屬於這一塊的 所以我就從這裡 溫濕度 你先把它丟出來 但是我們的腳位 我剛剛是用在05 就是5這個 所以腳位要先對就對了 就先對了 那現在呢 一樣在這個裡面 它就可以開始偵測 偵測的積木 你就可以丟出來 預設是 1000毫秒 就是一秒偵測一次 老實講 其實 溫度的變化是沒有那麼快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 把時間拉長一點 可以拉長一點 那 現在的重點是我要把 偵測到的數值 是不是要顯示到這裡啊 不然你看不到啊 所以 顯示 在這一塊的積木 要找哪裡 找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個顯示積木 我就從這個地方 告訴他 我要顯示 顯示什麼內容 溫濕度裡面 所測得的溫度或濕度 把它丟出來 這樣子就OK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執行看看 看看 到底有沒有抓到那個數字 有沒有27 所以今天天氣算很溫馴 很不錯的 26 但是這樣跟前幾天比起來算 多好吃 DHT就是我們那個溫濕度的那個 型號 它的變數名稱 你看這裡 你看這個地方 它有沒有設定一個變數名稱叫DHT 那這個呢 為什麼它用DHT 是因為我們這個 溫濕度的感測器 它是DHT11 所以它用這個變數名稱 所以 你也可以用別的 如果是不同牌子的話 它也是 不同牌子也可以用 但是要 看有的角位怎麼不一樣 就是要 再 確認一下 我們不確認名稱啦 只要確認角位就可以了 對對對 確認角位就可以了 對 可以 你看在這邊 點到它 可以重新命名 點到這個變數可以重新命名 只是它原則上都是跟那個原件的名稱一樣 還是打以英文 對對對 它還是以英文為主 中文雖然可以啦 但是比較容易有問題 還是不建議用中文當 變數名稱 嘿 好 那 好了之後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溫度有的 濕度是不是在這邊 對不對 但是問題的來了 我剛剛只能顯示一個嘛 要嘛就溫度要嘛就濕度對不對 兩個都要顯示怎麼辦 用自串 面面 用自串的好啊 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一個基本功能 有沒有一個文字 我們可以用把它 自串串起來就好了 溫度 加上濕度 積木也可以複製 按右鍵 就有一個複製 濕度 對這樣子 不用Ctrl鍵 你按右鍵也可以 Ctrl加7 Ctrl加V也可以 按右鍵 Ctrl用滑鼠拖移 我看看 還沒用 沒有 這樣用就可以 但是 這中間還少一個 因為這樣會連在一起 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現在這樣執行了之後 有沒有 它連在一起 溫度跟濕度是不是連在一起 要換行一下對不對 比較好看 怎麼辦 但是自串現在不夠啊 你就這個齒輪把它按一下 自串的前面這個齒輪可以按一下 你就可以在中間再插入一個 你要插幾個 反正 幾個組合起來都沒關係 好那 用完了之後 齒輪再按一下 有沒有就收起來了 好這個齒輪 那 哪裡有換行 文字裡面有換行 新版本 那個 雲端平台有換行 這裡沒有沒關係 老師有沒有 用過那個 HTML 網頁的語法 網頁語法換行是哪一個 標籤 PR 換行喔換行喔 P是段落 段落會空一行喔 這樣啊 請評這個 BR對不對 對啦 因為 老師不要忘記 這個就是網頁嘛 對對對 所以 你把那個標籤印出來 就等於是產生網頁的符號 所以我這樣一做的時候 按下去 我的兩個就分開了 一樣是自竄 變成是空自竄的 這個 第二個 但是在那個雲端平台那邊 他把換行也變成一個 一個積木了 這樣就算 他不懂的網頁語法 也可以用啦 所以這個是 差一點 當然你要再加上 比如說溫度幾度 然後濕度幾度 那就是再把 自竄再加在他下面 就可以 這樣 老師有沒有 OK了 可以喔 所以 這個是 取得溫度跟濕度的 是不是 基本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題目囉 因為要自動控制嘛 所以如果 溫度超過多少的時候 就把電風扇 打開 或LED燈打開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這裡是不是用到我們程式的判斷 對嘛 所以你看喔 我們程式判斷在哪裡 在這邊 邏輯裡面 邏輯裡面 如果怎樣 反正顯示出來沒關係 我就丟在裡面嘛 丟在裡面 如果 我的條件如何 條件是第二個 我的條件 設在這裡 如果怎麼樣就怎樣 那 啊 否則啦 對不對 否則 一樣在 齒輪裡面 有沒有否則 丟到這裡來 就是你把齒輪打開 否則 這樣就多出來了 所以我需要兩個 一個是什麼 邏輯裡面的 第一個 邏輯裡面的第一個 接著 判斷條件是第二個 第二個 好現在呢 我就說 如果你 取得的溫度 Ctrl加C Ctrl加V 溫度 如果 大於 等於30度的話 那後面是一個數字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數字 你不能直接在這邊打 你要找數字的 那 我們這邊有個數學式 數學式 或者你要摳上面的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也是數字啊 也可以摳這邊 你看 數學式裡面 有沒有這個 數字的積木 我就把它丟出來 如果大於等於30度的話 我就把 LED燈打開 哪裡有LED燈 我們在這裡 發光元件有沒有LED燈 我就可以把它打開 但是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硬體我並沒有 加入LED燈喔 老師您看上面我有沒有加入LED燈 沒有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 如果您要加入的話 你就要 這個地方 你的LED燈也要加進來 也要加進來 那 變成說你要 你的 那個麵包板上也要插一個 如果你剛剛那個 智慧插座 拔掉的話 因為剛剛大家都拔掉了嘛 只有一個GND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接到那裡面來 接到這邊來 不要難過 等一下用我的 好不好 因為我上面這一台還在嘛 齁 所以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 用 所以 先判斷就好了啦 先判斷 判斷這樣 我們 先用裡面的 這個三色的LED燈 好不好 至少您上面也有燈嘛 好來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三色的LED燈 好 那各位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Smart上面的三色LED燈 已經內建在裡面了 它是用供應的 腳位也不用變 因為腳有點內建的嘛 所以 你改也沒有意義啦 就是只會不會亮而已 所以你把這個丟進來 這樣 你看 供應的那個 三色LED燈 所以 如果 溫度大於30度 我就讓它的顏色 比如說色成紅色的 表示比較熱 好 那相對的 如果低於30度 我就讓它的顏色 射成 這個 藍色的 這樣OK嗎 好那我現在就執行看看囉 所以你看我現在執行 我們來看我這邊的變化囉 在這裡 有沒有亮藍色的 那你應該知道我帶這次來幹嘛的吧 好啊不然你用刺 你用刺 很慢的耶 對不對齁 好 最後一公 所以就專業了 中有一天 這樣有亮紅色的嘛齁 你說推一下 可以吧 對不對 這樣OK 好齁 放到這邊